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好了,我們又有一條 應該不夠長放在主頻道的影片 但是呢,這個 我原本沒打算拍的 我們來了一次成員觀光 來了一個比較有趣的位置 打算拍給大家看的 我們今天要來的地方就是這個 牛九大佛 大家看到後面 嘩,老年這麼大的大佛在後面 嘩,好多人啊,什麼事 嘩,拍到進去了嗎 不是吧 我們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去看一看 那裡的牛九大佛 是很大的 今天我們來這裡主要是因為 我們來開次成員 沒有理由這樣回家 所以我們拍下這個 大佛和櫻花 這些應該只是一生人 我們看一次 對 次成員牛九這個地方的牛九大佛 是不是很出名的呢 嘩,糟糕了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入口在那邊 大佛在那裡 然後我們排隊呢 那個職員說 大概要排五十分鐘至一個小時才能進去 糟糕 今天是星期日,所以這麼多人 大佛 是 入場費 大人 兩個人 每人一百 每人八百億 好了,我們進來了 我們一會兒會進去大佛裡面 那但是呢 哈哈 我們可以在那裡繞一下 它現在呢 小月頭呢,櫻花開的季節呢 它在那裡做一個叫做花祭的東西 應該有很多美花給大家看看 這個牛九阿彌陀大佛呢 是全世界最高的青銅大佛來的 香港的天壇大佛呢 其實是只有三十多米高的 這個呢 是一百二十米高 但是為什麼香港的天壇大佛會說是最高最大的大佛呢 它是說 它在海拔五百多米的這個岡平的山上 所以為什麼香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戶外青銅大佛 但是其實如果說過大佛自己本身的身高來講呢 這個才是全球最大的 我們前面這一塊 這個呢 是那個大佛 頭頂 它那個頭髮每一粒呢 就是我們面前這一塊東西呢 這麼大的 所以大家看看它頭上是多麼大粒 之後 那粒東西就是這麼大粒 哇 老年這麼大這個大佛真的不是開玩笑 正面走進去大佛 其實這個是一個廟來的 正面走進去就這樣 哇 清靜你的心靈 OK 它今天呢 是在做這個的花祭 所以大家看看外面呢 這裡是 嗯 有些櫻花圍著那個湖 這樣 然後前面那裡是什麼花來的呢 那這個大佛有多大呢 120米高 全世界最大的戶外青銅大佛 這個才是 好 既然難得來到 敲個大鐘先 開玩笑 開玩笑 這聲音 挺漂亮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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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本最大的大香爐 真的很大 全日本最大的青銅大香爐 在整個大佛這邊 嘩不行 煙吹過來 嘩嘩 黃昭之橋 南無阿里陀佛 六步走過去 哦 哦 要走六步 OK 南無阿里陀佛 OK 越走得近 就越是會 感覺到那個大佛有多大 大家看看 登登 哇 不行 很難告訴大家有多高 但是120米 即是多少層柳哥 等等 喂 喂 這個遲些魚 牠們想吃這個魚餌 吃到想上了陸地 喂 要進化了 46億元物魚 46億元物魚 變兩棲類上陸地 是不是要快 WTF 你快要上陸地 你快要上陸地 你快要到地 不要再向前走 你快要進化了 快要進化了 我們現在繞到大佛後面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 去到看的 它上面八十幾米的位置 我們可以坐這個升降機 就上去八十幾米高 上去上面 看外面的風景 但其實有什麼看 這個進去才知道 好了 進去裡面 大佛裡面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就在這裡 南無阿里陀佛 它在頂上 是日光來的 它不是打燈打下來的 應該是外面的太陽光 我想 前面再走進去 這裡我們應該是可以 搭升降機上去 大佛的頂上 我想這裡會不會太有型 會不會是 哇 是可以走出去的 這裡 哇 在那補佛經 你叫我怎麼想到 外面那個青銅的牛狗大佛 裡面竟然會是這樣的 入場費五百日圓 這一個 二樓知恩報德的世界 東本原子 靜土真宗 東本原子派本山 這裡寫著 全長一百二十米 內良大佛十四點九米 勁小 之後自由神尚四十米 這一個是一百二十米 可想而知是多麼大 四千噸 建力是世界幾個大全 全世界最高的大佛 最高的青銅大佛 大佛的腳趾公 左腳趾公 實物大 哇 超大的 什麼事 這個是顯示他們 如何去洗青銅大佛的時候 哈哈 在一隻眼裡 好像流眼淚一樣 在一隻眼裡掉下來 然後去到清洗 好笑 這個 好了 我們搭升降機 上來大佛的胸口 位置 大佛身高一百二十米 但是這裡 就是他胸口的三個窗的位置 高度大概是八十多米 啊 這裡 剛才我在外面 都看到大佛的胸口 有三個窗的 那就是這裡 下面就是我們剛才走進來的那條路 啊哈 大概 大廈來講就是二十七樓 二十八樓左右 然後這一邊 牛九大佛的右邊肩頭 向著西邊方向的 嗯 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哈哈 有兩個洞在那裡 都叫做 所以大家明白為什麼呢 我說這條片呢 是很難放在主頻道那裡 因為那個內容呢 比較上貧乏 哈哈 我們現在走樓梯 走回到下一層 然後坐電梯地面 下面這一層呢 基本上都是 還寫成英文 對 都是一些紀念品 一些這樣的東西 蠟燭 那 主要都是一些 類似紀念品的東西 這些 必定有的啦 哈哈 好啦 那我們 回到地面 哦 哦 哦 這些是每一個人呢 他們自己去捐錢 然後呢 就放一個佛像在那裡 嘩 有很多呢 上面是沒有名字的 這裡有一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到 捐獻 然後呢 就放一個佛像在那裡 喂 好了 我們回到出來 大佛的外面 那這裡有一些 Shiba Sakura 這些是滋鷹 即是在地面的鷹法 然後前面 這裡圍著那個湖仔呢 那也有些櫻花 開在這裡 打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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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漂亮的 不走不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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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今天這個呢 就是我們來這個 次成縣牛九大佛 的一條很簡短的影片 哈哈 內容真的不多 所以呢 就決定放在這個 這個 sub channel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條影片 希望在主頻道 或者在這一個的 痴頻道 希望都會見到大家 就這樣 拜拜